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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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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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減醫療款項和聯邦向各省撥款 但保守黨政府不會這樣做 而是通過削減政府的直接開支 折省110億元 例如不再填補官僚退休之後的空缺 以及取消已經過了時的項目 WOW TV雷智日報導 國際方面 歐洲長出血性大腸肝肝疫情進一步漫然 截至昨天,疫情共造成接近2,000人感染 19人死亡 有500多名患者更加出現嚴重的併發症 並已有12個國家出現該病例 德國傳媒昨天報導 調查人員發現17名患者 在5月中旬都曾去過 呂背黑的同一間餐廳用餐 目前,防疫部門已經對這間餐廳 開始作詳細調查 並會在明天公布結果 而全球各國為防範搶出血性大腸肝菌傳入 都較強阻對本地和進口蔬菜等的食品檢測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已向國民發出前往歐洲 特別在德國的旅遊警告 而中國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 今天公布最新研究結果表示 引起歐洲疫情爆發的病原菌 有機會是起源於2001年 在德國的搶出血型大腸肝菌分離出來 抗生素抗藥性試驗結果表明 經過10年的進化 2011年的菌株可能獲得了一些新的基因 令這種細菌具有多種抗藥能力 而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日前在日內雅表示 腸出血性大腸肝菌疫情 不應該以抗生素進行治療 使用抗生素反而會令病成惡化 旅居敘利亞的巴勒斯坦人今天 在國蘭高地舉行活動 紀念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44周年 示威者和以色列軍隊 在以色列和敘利亞交界附近發生衝突 敘利亞國家電視台的報導指 今次的衝突造成最少死人死亡 衝突爆發時 200多名示威者聚集在以色列和敘利亞 安全隔離區附近幾個村落 40多名示威者 向安全隔離區附近的鐵絲網靠近 試圖進入以色列的控制區內 而以防控制區一側 就聚集了大量的以色列士兵和軍車 根據敘利亞國家電視台報導 以色列軍隊向示威人群開槍 造成最少死人死亡幾人受傷 而以色列傳媒就報導指 以色列士兵使用了催淚彈 並向示威者的腿部開槍 以色列軍方一名發言人表示 以軍士兵鳴槍示警 但他就未有講述傷亡的情況 目前示威活動仍在進行 示威地區附近還不時有槍傷響起 接著轉看有關也門的局勢 也門總統薩利克星期五 在總統官底幾次攻擊行動中受傷 目前他正前往沙特阿拉伯接受治療 而也門國內的局勢 仍然處於不明朗狀況 薩利克此前曾多次承諾將會交出權力 而他的離境更削弱了他的領導地位 此前要求他下台的抗議示威 也在也門引發暴力 也使也門貧臨內戰的邊緣 目前代理總統哈迪 已經根據憲法行使總統權力 其中包括軍隊和安全部隊的指揮權 哈迪已經與美國諸也門大師會談 據專家分析 這個會談將會被認為 是美國對哈迪接管權力的支持 薩利克的離境也在也門國內引發慶祝 數以千計的人走上街頭高叫口號 揮舞其次 首都薩納大學的學生也在廣場上舉行慶祝 不過在薩納北部 一個軍事設施發生的手榴彈攻擊行動 就導致最少5個人死亡 ROW TV雷戰日報導 昨日北約首次在利比亞軍事行動中使用武裝直升機 希望這次打破僵持已久的戰局 昨日同一天 英國外交大臣克格 底達利比亞班加西 與反對派領導人舉行會談 他表示 英國將會向反對派提供更多軍事支持 英國亞柏奇武裝直升機和法國虎式直升機參與了打擊行動 兩國隨後公布了武裝直升機打擊行動的錄影片段 英國國防部證實 英軍亞柏奇直升機對布雷加港口附近幾個雷達站 和一個軍隊檢疫站進行襲擊 法國軍方便表示 法軍直升機襲擊了15架利比亞政府軍車輛和5個指揮場所 法國直升機在行動中便遇到輕型武器的攻擊 不過便未有受損 在印度新德里爆發絕食抗議行動 要求當局嚴懲貪污官員有5,000多人參加 但是集會最後已經變成衝突 警方凌晨武力清場有多人受傷 活動發起人去到最後更加被帶走 警方指進行絕食運動的人數 超過大會預先申報的數目 所以凌晨開始採取行動 阻止絕食人士繼續集會 部分在場人士包圍警察前進 最後演變成衝突 警方向絕食人士發射催淚彈 有人投石還擊 有人中火 場面混亂 當名絕食人士受傷 全部送院治理 而活動的發起人 儒家大師蘭德福最後被警方帶走 集會在星期六早上開始 蘭德福促請印度政府嚴懲貪污的官員 並盡快將存放在海外戶口 多達400億奴彈的黑錢 會翻國並投放在國家的發展 若訴求得不到回應 它將會無限期絕食 活動令近期被指涉嫌多中 貪污醜聞的印度總理新格相當尷尬 集會前 印度執政黨國大黨發表聲明 向蘭德福保證 會嚴懲貪官和加速處理武備案 新格更加和四名部長先後向蘭德福 遊說取消活動但被拒絕 印度去年先後爆出多宗的貪污醜聞 包括被指英聯邦運動會收受回湧 以及令政府損失390億美元的電信貪污醜聞等 WOW TV 雷智鴻報道 於智利南部 河流大區的普爺偉火山昨天開始爆發 之前智利政府已經在火山周圍區域發出紅色預警 並計劃疏散700多名周邊居民 目前火山爆發沒有造成傷亡 而火山灰就飄散到鄰國阿根廷 導致阿根廷和智利的邊境一個繁忙口岸被迫關閉 在距離火山大約100公里的巴里洛設市 到處都覆蓋著厚厚的火山灰 能見到很低 現在先休息一會 在稍後中港台環節將會報道 前全國人大常委曾憲子認為 三名行政長官熱門候選人各有優點 香港勞工署發現 五中懷疑未能符合最低公司水平的個案 收款時護紙報 2955點結了8000.08 今年以來的行程都是一個震動反覆向上的一個增勢 諾安主題基金說 現在的股值差距是歷史最高 小本股的股值個高風險仍是需要釋放的 北京明確提出 新建普通住房價格 與去年相比將會穩中有剛 全加拿大唯一本地製作華人財經節目 每日早上9點鐘 財經360 是給你開市前的投資策略 晚上7點鐘 股金鐘外 每日收市後總結 為你分析焦點股票 及財經新聞 專業嘉賓多角度分析 全球股市行程 商品期貨走勢 外匯報價 地產資訊 讓你作出最明智的投資抉擇 華豪TV財經節目 令你運籌為額 決勝千里 神早三六零 朝朝好有型 早上 郭月宇主持 陪你吃早餐 最新即時資訊 新鮮社會生活話題 神早三六零 星期一至五 早上7點至9點 早上 尊重科學 以嚴謹的科學態度 挖掘科技前景的最新發展 解釋自然奇觀 保護中國傳統手工藝 關注貧臨危機的動植物 Yuan thought that if he placed a queen on his body all the other bees would be attracted to him but there was also a high probability that the bees would sting him 星期一至五 深夜1點 以及星期六日 深夜3點 與家國華人 一起探殺自然的澳鼻